第十一 季節 自然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個非常適合女性吃的 低脂補血的一個湯水 就叫 坤墓蜿肉豆腐湯 其實一小碗蜆已經有多個一日所需的鐵質 除了鐵質之外 它還有豐富的維他命B12 B12也是造血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還有另一種維生素 就是鈣質 雖然片裏面沒有鈣質 但是昆布有豐富的鈣質 所以這個湯水 給女士真的非常適合 乾的昆布要先浸一層水 然後放入滾水 大概煮15分鐘 就會煮出昆布湯 煮好之後 就要把昆布夾出來 另一方面 開鑊 爆香蒜頭 再倒入新鮮的蜆 炒到開始有水出來 然後倒入隔渣的昆布湯 再加上切粒的豆腐粒 切粒的豆腐粒 加上薑絲之後 再一起煮 煮大概半小時 煮完 再加少量的鹽 等等調味料 之前做好的昆布 可以剪細 然後放進湯裡 一起吃